从官方公布的数据实在难以了解中国经济的真相 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专家程晓农表示 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已经濒临崩溃 但是由于官方造假 加上经济学者不敢讲真话 以致外界还受到蒙蔽 据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 近一段时间有许多人指望中国对拯救世界经济危机做出贡献 然而几个月下来却发现 中国经济的抗跌能力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强 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增长接近于零 今年二月份出口甚至下降了26% 有人开始怀疑中国等过度生产的国家 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真正受害者 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表示 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公布经济数据的国家统计局 成了政府的经济喉舌 只要对政府不利的数据通常会受到隐瞒甚至捏造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民众很难了解中国经济到底有哪些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海外的观察者对中国经济印象都不坏 事实上呢 这种印象很多情况下是被中国政府愚弄的 中共总理温家宝从去年九月访美到今年三月两会 不断提到细心两个字 然而细心从何而生呢 摩根斯坦利的Steven-罗奇表示 出口推动了近年中国经济的涡轮增压式增长 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哈记明则说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 迫使中国只能依赖出口来吸收巨大的过剩产能 然而西方各国因受金融海啸的影响 需求大幅的下降 使得中国的出口也大幅的下降 大批依赖外销生存的工厂应声倒闭 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讲遭到不能再遭 像广东省为例经济情况最好的省份 今年毕业的学生到现在为止就业率没超过8% 也就92%都找不到工作 同样的农民工现在失业的已经多达3000万 但是中国的当局者为什么还能高下细心呢 程晓农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民众难以了解到真相 原因是所有这些数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国家机密 不得公开 中国政府从来不肯系统公布这些数据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经济到底遭到什么程度 今年2月中旬 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孙春兰公开称 当前要严密防范敌对势力对农民工进行渗透和破坏 程晓农认为这正说明官方相当清楚 农民工群体现在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 因此他担心这大批的失业群众会有表达不满的现象的发生 是